爹地,你要小心 要小心嗎? 其實姐姐精神有問題 你怎麼亂說呢? 這麼香? 爹地,我幫你走 不用了,你先去拿點餅乾吃吧 爹地,我可不可以去黃家輝家玩嗎? 住在樓下的同學嗎? 可以,不過不要玩得太瘋了 知道了 之前幾位體育老師帶小朋友去外展活動的時候 就發現爹成,原來很有體育天分 特別是柔道方面 說他的體能和對柔道的觸覺技巧 都有不錯的表現 姚健,你有沒有想過 可以讓爹成去接受正式的柔道訓練? 其實是學開柔道的,也算是正式訓練的 這次不同 過幾天,國家柔道隊的教練 就會來到潘儀挑選合適的運動員 然後去湖北入營接受訓練 我們打算推薦曾成去參加這個選佛試 如果成功過關,訓練之後 可能有機會能… 是啊爹地,我很想加入國家隊 現在只不過是參加選佛試 都不知道成成功 為何不讓他試試呢 爹地 你可以考慮一下,兩輩子又商量一下 希望你給他一個機會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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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去到就一定會有人來 先練大隻一點 現在最好是用心讀書 爹地,你為何要來試我 是啊,成仔他都沒試 你怎知道他一定不行 小朋友要鼓勵的 你不要打擊他自信心 我怎會呢? 難道我萌室特地反對嗎? 但我有責任要他讀好些書 不是做運動員 他喜歡柔道,我讓他參加課外活動 但是參加這麼嚴格的訓練 很容易會弄傷 又辛苦,是不是? 他捱不住 到時搬土耳廢 真是兩頭不刀案 怎麼辦 這麼怕辛苦? 你現在就這麼說 到時後悔你就乖爹地了 你做小事嘛 你分不出什麼叫好和不好 等你長大一點,學多點東西 就決定自己的路怎麼走 暫時由爹地決定 但不是每條路都可以回頭 喂… 不要搞… 不要搞… 不是你的 當然是誰的 包含緊靈的 沒有,同事生日禮物而已 八卦幹什麼 明天說七彥 溫習 哦 成仔 我叫你上來溫習 為何偷偷地在這裡玩遊道 我不是玩,我是練習 快了,那晚晚在這裡練習 不用讀書 將來是否要做龍虎舞師 爹地最初讓你玩遊道 是參加防海活動玩一下 不是叫你玩到什麼都散了 我讀了 我真的很喜歡遊道 平姐姐都說我有天分 平姐姐有沒有說呢 小朋友應該聽大人說 平姐姐說機會難得 錯過錯就不好了 平姐姐有沒有說讀書讀得不好是不對的 平姐姐說 不用再平姐姐了 聽我說 最近你的成績很差 當然是否我成績進步早就讓我練遊道 拿到100分才說 好啊,那我現在去讀書 平姐姐,不如我們一起去遊道 我不去了,我要玩遊道 好,拜拜 平姐,很近你 我還要玩遊道 是呀,我要拿到100分 爹地才給我玩家全白菜 你拿100分? 嗯,但是我讀幾都不懂 我很害怕 不用怕了,你給點信心一定可以 不如我和你一起溫吧 好啊 爹地 怎樣啊,老闆 回來了 又要幫忙煮飯,不好意思 成仔今天請不拿100分 我特地過來做海鮮餐和他慶祝 這麼厲害啊,老闆 當然啦 所以今天還有你最喜歡吃的花蟹和蝦 你拿100分,又不是我 不過爹地呢 都有些表示的 怎樣啊 你不要忘記才行啊 去野生動物園嘛 最喜歡看獅子老虎嘛 對不對 但是,你忘記了一件事 什麼啊 你說我拿到100分 就讓我去遊道國家對面試的 唉,我記得 不過爹地想著你現在還小 學遊道幾時都可以學的 明天長大一點 現在就陪著爹地讀好些書 嗯,我不借啊 耀傑啊 成仔答應了 100分他真的做得到 你看他這份毅力 你給他機會 那就是啦 證明他真的讀得輸的 是這麼一出小 這個小朋友的鬥叔 這位就是國家少年 柔道隊的練教練 練教練 張誠,你知不知道什麼是遊道啊 不知道 我知道 我只知道 我喜歡打遊道 我喜歡跟人打比賽 我喜歡打低對手 證明我可以拿第一 張誠 你通過了第一次的選分 爹地,你得了啦 好耶,我得了啦 來,曾誠 你通過了練教練的初次挑選 不過來近呢 還有第二次的測試 如果你過了第二關呢 就可以正式加入國家少年遊道隊的啦 你要繼續努力啊 知道啦,抱著我 謝謝你啊,平朝姐 關我什麼事啊 你自己努力得回來的嘛 如果爹地知道我得了 那我就不會說我NGG的啦 我想他一定很開心 然後就贊你聰明 那他就會讓我參加國家隊啦 好耶 誰說的 爹地,我過了第一關 游機會加入國家隊啊 過了多少關都沒用 以後不准練遊道 為什麼啊,爹地 因為你頑皮 你不聽話 留下字條紙出來了 你要怪怪我 是我家 為甚麼聲音不出啊 覺得爹地說得你不對啊 是不是啊 我跟你說過的嘛 不准參加遊道班嘛 為甚麼你不聽我說那麼厲害啊 還說謊啊 我罰你不准看電視 不准打機,不准吃雪糕 不准,跟我道歉 我都沒錯 為甚麼你道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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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你不聽我說那麼厲害啊 還說謊啊 美國最謊的 � aye 乘兒子為什麼你不聽說呢 那為甚麼你不聽我的cjonlements 愛心 她到底想要怎樣 小明先生要幫我啊 你這樣說 就是贊成我兒子去湖北襲墜了 他有這樣的天分 我沒理由反對 你不讓我去遊道 我要離家出酒 喂…你不是太早了吧 trip 去哪裡啊 成仔 去哪裡 成仔 成仔 成仔想打個電話給我 怕他家裡我不開心想過來我 你就讓他留在那裡 來 這樣也好過他出去四處走 不知道他在哪裡 小孩子說兩句就是離家出走 你別中辱他 成仔 給我回來 小孩子也有思想有情緒 需要人尊重 大家都需要冷靜一下 小孩子 小孩子 你爸爸他剛剛拿過來的 其實爸爸也很關心我的 我是不是要聽他說不學游道 那你就要問問自己 是不是真的想學游道 我想的 那姐姐問你了 為什麼你這麼想學游道 因為我打得厲害 那你是不是覺得 比他做其他事情 游到你最厲害 是啊 我每次打游路的時候 個個都讚我 一些同學都爭著跟我做朋友 姐姐都明白的 姐姐小時候 其實都沒有人稱讚的 我也覺得自己很沒用 他們只會 謝謝平姐姐 想到什麼 我決定不學游道 我要學光琴 是否又是國家隊 一去就集份幾年那些 不是 只不過是下課會仲 來 但是不排除 如果成績學得好的話 會去外國參加比賽 比賽而已 那也好些 爸爸你答應了 那你讀書成績好才行 知道了 那你在這裡簽個名 簽什麼 好嗎 沒有 家長同意書來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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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